電影博人聚述母店聖母收會創辦人 聖維森達·瑪莉亞·洛佩斯的故事 在19世紀 聖維森達的收會服務離鄉來到馬德里的女性 她們很多會代入罵任或販賣人口的陷阱 有時在淤泥當中救人 你都要進入淤泥 從而自己都變得很骯髒 她們都可以外出 只是會抓人救病和指責 導演相信這齣電影 強調女性在教會的重要角色 近年我發現天柱教會在19世紀 可惜地不太完善 有點缺節 但是教會被這些偉大的人拯救了 她們為教會工作 最重要的就是 這些偉大的女性自19世紀 就在背後默默工作 在馬德里 姓為森達創立的總部 不僅提供寄宿的地方 也提供培育 她會在街上撿女生回來 教她們閱讀 加減數和做功課 然後讓她們居所和工作 由克里斯蒂娜 剛薩雷斯飾演的 盛維森達和她的修會 不是過去的事 今天修會的修女遍佈21個國家 包括非洲 美洲 亞洲 和歐洲 他們全球有123個團體 位處於危機中的青年服務 她以為所謂的 女性自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